核心集团旗下多家诊所被控出具不实诊断证明 让自愿剖父的产妇 以非自愿剖父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金 自2018年迄今诈领保险金数千万元 检警今年发动二波搜索约谈 台北地检署调查后 认定诈保金额高达67383533元 受害保险公司多达17间 经一诈七最江核心集团营运长林思宏、吴梦宗、薛亚莲、黄桂帅、林关宏等五名医师及员工 80名产妇、19名业务、保险公司人员共计109人一并起诉 核心医疗集团已妇产科文明标榜六星级专业服务 还跨足产后护理之家、月子餐等领域 老板兼执行长苏宜宁市妇科名医 已在国际期刊发表200多篇论文 且常透过粉砖回答民众问题 因而累积庞大粉丝 但他并未涉入此案 近年核心在妇产科界逐渐打响名号 成为许多人眼中的贵族医院 并吸引不少名人选择在核心生产 检井接获检距 核心集团五家诊所名权 内湖、新生、淮宁、桃园 移出巨不实的医疗诊断证明 让孕妇、产妇向保险公司申请医疗给付 初估诈领3000多万元理赔金 台北地检署今年初指挥刑事局发动耳拨搜索 约谈医师、产妇及保险业务员等人到案 训后预令和新集团营运长林思宏500万交保 另外四名医师吴孟宗、薛亚莲、林冠宏、黄桂帅 则以100万到300万不等金额交保 全案经贞结起诉 检察官最终认定诈保金额为6738万元 苹果新闻网综合报导